好 换个心情来分享吧 艺人林青霞昨天晚上在台北以作家身份举行了新书《窗里窗外》的发表会 她除了跟表演工作方的导演赖声川对谈 大聊同年往事 戏梦人生跟写作历程之外 现场还播放了一系列经典的旧照片 林青霞还高兴的朗诺马总统写给她的贺涵 各位贵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林青霞回来了 一身黑色董篷装扮 神采依旧 吸引了17年 这次她以作家身份回台 唯一的一场新书发表会 吸引将近900位粉丝捧场 人气不见 而发表会中马云九总统也派人送上金笔 这张亲笔写的贺卡让林青霞是兴奋兼叫南眼却越心情 这本书书发对人生的体悟与感动 智情 智慧 清新俊勇 令人品味再三 林青霞仔细念着信也没忘记公开预祝马云九明年能更上一层楼 不过这场发表会也可说是重心云集 除了找来导演赖声川一同对谈 台下包括了龙英台 王伟中 朱颜平等等好友都现身力挺 其实我觉得清霞是少数具有男性跟女性 同时具有这个最优秀的特质的一个演员 他放下他自己 他去感受所有周边的事物 我觉得这是他最动人的地方 好友们纷纷到场支持 也与林青霞一同回味往事点滴 还有品味他卸下电影明星光环后的不同人生